-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講政治 特別是國際政治的時候 我們要問就是一種原則性的問題 到底它會怎麼樣的發展 特別是在美中全球都在關注 兩個大國之間現在到底有沒有可能 真的再一次的坐下來談 但你還看到是昨天一個最新的消息 秦剛跟博恩斯見面了 美中雙方看起來可以談嘛 坐下來談 那當然布林肯又再次的說 我想去大陸訪問 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們強調 我們的一中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這裡頭就說了 是二月氣球以來最高層級的交往 那我們就要問 所以有機會談 問題是大陸方面是這樣講 這只是一次正常的外交安排 所以是能談不談還是還沒到時間 好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會談當中 很明確的對於台灣人來說在意就這麼一句 華府外交上承認北京非台北 所以他們一中政策還是一樣 那大陸中國非常在意這個問題 可是跟美國之間他們是怎麼樣的看法 他們剛好前幾天5月7號 也就是先前轟炸中國駐南聯大使館的紀念日 24年前 當時這個中國駐南聯大使館說是被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給誤炸 他們講誤炸是說他們不是真的要炸中國大使館 但是被誤炸了 好那個時候中方無力反應回擊 但現在不一樣了 汪文斌前幾天就講了說美國跟北約就應該要認真的自身反省 不要再挑動地區之間的矛盾 好為什麼在這個時刻會突然出現這麼一件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在整個北約裡頭看起來對中態度不太一樣 美國之外來看到加拿大 加拿大現在說他們有一個議員 據說是被中方這一邊大使館裡頭的人說有著在騷擾他 甚至騷擾他在香港的家人等等 所以他們要驅逐中國領事館的官員 馬上中方現在沒在軟 強制回應你怎麼對我我怎麼對你 所以他們也要求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的一位官員 總領事必須要限期離境 現在的中國跟24年前那時候被炸南聯的這個大使 南盟大使館的這個中國已經不一樣了 來看看在今年習近平是怎麼跟杜魯道來相說 如果我們有誠心 咱們就用非常精忠的看法來進行 否則這個結果就好說了 好見 放到這裡 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好 好 if they do 好 好 這是去年11月 在印尼的G團體 那個時候呢 杜魯道先前說是有在跟習近平 是不是坐下來談 他們在旁邊講了幾句話之後 他有跟媒體講 那隔天習近平馬上就剛剛 剛剛的那一段對話 告訴他說 欸什麼樣是創造條件 應該要怎麼樣來講做這些事情 你會問啦 中國跟加拿大先前不是在 老杜魯道的時候關係蠻好的嗎 什麼時候變不好的 嗯就是孟晚舟事件 2018年那個時候呢 孟晚舟他到加拿大這邊的時候 轉機結果突然之間說 加拿大是因為收到了美國當時給他們的司法誤助要求 直接把孟晚舟給逮捕了 理由是說你們華為違反伊朗禁令 賣東西給伊朗 好 當時你會問那美國又是誰簽署的 那個時候的總統是川普 但他說他不知道 都是這個人當時的國安顧頓 波頓下的令 而他對此完全不知情 好 現在大家就要問 當時的這個孟晚舟案 造成目前中加的關係好像總是回不來 那到底這美國跟中國 以及中國跟加拿大 這一些的強國之間 他們應該要如何來看待 現在還有可能再坐下來談嗎 回過頭來請教正員委員怎麼樣來看 秦剛博恩斯會面了 但是布林肯說我想去中國 好中方這邊的回應說 嗯沒有正面回應 只說這是一個正常的外交安排 美中關係現在應該還是在冰箱裡面 也就是說對於美國人所發展出來的要求 中國方面暫時冷卻 也沒有說yes 也沒有說no 也許這樣子省著吵架 也不是為一個好辦法 那至於這個加拿大比較特殊 因為加拿大70%的出口都是美國 所以在美國印象中 加拿大是他們北方的州 所以加拿大對美國來講 就是個資源供應國 那中國不太可能期望說 加拿大會站在美國跟中國中間的位置 不會 他一定會全部都聽美國的 扮演美國的打手也好 助手也好 所以這個中國方面要有這種自覺 那至於這個所謂的驅逐外交事件 本質上就是一個荒唐 比氣球事件更加的荒唐的一個事件 他原因除此說加拿大有個議員叫莊文浩 他的爸爸據說是中國香港移民 這個加拿大很久的一個醫生 娶了一個荷蘭的護士 所以他是中和混血兒 但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他查出來 他在香港沒有什麼親戚 沒有兄弟姐妹啊 然後這位加拿大的議員說 他因為提了很多反中的提案 所以他在香港的親屬 遭到中國大陸的威脅 在香港威脅 所以我現在就是覺得紛紛不平 要求驅逐中國的外交官 那我聽了納悶 你會受到威脅 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不然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堂兄弟 你的堂表哥還會受到威脅不成 這個有點納悶 扯得太遠了吧 不管他這位中文浩是想要做一個秀 然後加拿大的外交部就拿出來做題目了 說要拿個外交官我要驅逐你 你怎麼會威脅我們國會議員 可是國會議員講的話是真的嗎 我是存疑啊 因為我知道在每家地區有一種防腫人的 而且是中國背景的政治人物 現在如果不比白人更積極反中 他很難生存 比如戴琪 比如說很多的某某 我不點名 他現在要激烈說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美國人 我要堅決的上戰場就跟解放軍打一仗 才表示我是對美國加拿大的效忠 莊文浩就是這種咖 因為他長相有點像中國人的樣子 他為了選票 難怪前段時間 美國加州中議員選舉的時候 就有一個中國一的 其實也跟中國當中沒有 他是香港人 然後就跟韓國人競選 韓國人就說你是中國共產黨 然後到處說謠言 那也沒有所謂當選 怎麼讓人不能當選的訴訟也沒有 就把他打敗了 所以這個在美國現在就是走反中 已經反中到的歇斯底里 所以加拿大有被傳染到 我一點都不意外 其實你屈屬一個屈屬的 沒什麼了不起 加拿大的外交可有可無 也不用太認真 那至於這個孟晚舟的事件 影響是很多 但真正要注意的是 美國的經濟狀況 因為剛剛結束的 這個巴菲特的股東會 巴菲特公開講 美國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老天爺 這麼一個重要的人 他講說美國的黃金時代 已經過去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還是可以生存 繼續努力 他講的就是銀行危機 債務上限的危機 經濟衰退 不過OpenAI的執行長他講說 科技可以解決美債佔比 我當然不太懂這樣的關係 歐巴馬在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美債只有14兆 他的GDP15兆 所以GDP比美債高 但是等到現在的拜登總統的時候 美債有31.4兆 但是他的GDP只有23兆 也就是債務已經超過GDP相當高的比例了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OpenAI 你問一下 切的GDP什麼時候可以降下來還給你答案 如果這樣也很方便 如果真的是可以這麼做的話 來請教賴老師 因為剛剛委員特別講到 這種族歧視我們真的是非常的不贊成 也很反對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發生 但是其實這顯示的就是什麼 就是在內部是不是有一些分化對比 美國現在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經濟問題是剛剛大家也覺得很重要的一塊 對 因為美國目前來講 巴菲特確實他評估 認為美國已經走過巔峰了 所以是往下走了 其實美國最擔心的就是這個事實 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已經過了巔峰 從此以後開始衰敗 會一路衰的話 那中國大陸正在往巔峰的方向走 所以一消一場 那中國大陸當然在十年內 甚至可能還會縮短時間 開始超越美國 一旦大陸超越美國 而中國大陸人口數有這麼的大 那它的GDP的成長的速度 又比美國還快的話 那它的總量一旦超過美國 GDP的成長速度 又快於美國的兩到三倍 例如說維持在五到六 而美國就一到二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就整理是未來是拉鋸會越來越大 那再過十年的話 美國可能只剩下中國的二分之一 如果是一旦發生到這種現象的時候 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它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它發號施令的空間將不再存在 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 可以發號施令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再經過 就從現在到二十年左右 假設中國一個國家 等於是G7的國家的總GDP的總和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人來講 想到他就會害怕 而目前以巴菲特他的投資的行業 跟種類 例如說包括傳統的鐵路的 甚至連可樂 甚至高科技的 他什麼都投資的情形下 他的估計就認為說美國的經濟 已經差不多就是巔峰過了 那這個對於美國人來講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警訊 不過我倒覺得說加拿大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很明顯的杜魯道沒有要創造環境 習近平在巴黎島的時候 希望杜魯道你創造一些環境 那這樣的話中家的關係可以改善 可是看起來杜魯道非但沒有要創造環境 而且還讓中家的關係再繼續惡化 來 請教將軍 那個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大使館 大家可能不曉得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其實南斯拉夫大陸 美軍這麼強大這麼精準的武器 怎麼會炸錯 而且是剛好好巧不巧 就剛好炸到中國大使館 其實美國真的很狠 因為那個時候南斯拉夫 他用他的S-3防空飛彈 擊落一架美國很重要 一架隱形戰機 叫F117的隱形戰機被擊落 擊落以後他們就把這些碎片 中國就把這些碎片 拿到他大使館準備運回大陸 去仔細分析研究 但是美國大概也知道說 他這個飛機的殘骸 被弄到中國大使館裡面 所以美國二話不說 就是用非常極端的手段 直接就把你大使館炸掉 用一顆飛彈直接把你炸掉 那講到這邊我們在想一下 我們最近經常在討論的就是 美國會不會炸我們台積電 我跟各位講 美國百分之百會炸 你看北極二號誰炸的 所以美國一旦如果說 沒辦法掌握到台灣的話 他一定會把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炸掉 從南斯拉夫大使館 這件事被炸 我們就可以了解 美國在軍事上這種霸權惡劣的 這種做法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另外我特別要說 美國自己是不是 我們想像中這麼一個富強的國家 其實它是一個貧富不均的國家 我特別去查了一個資料 美國的貧窮人數有多少呢 在他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十一 這種人數不少 也就是說百分之十一的人 尤其是在疫情過後 美國通盟過後 要靠著領到食物銀行去領食物來衝擊的民眾 是越來越多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說美在這次的問題不能解決 美在當年沒辦法解決就是歐巴馬當總統 那誰去談判的 就是拜登去談判的 但拜登當年很強硬 談了四個月談不出來 就那時候造成美國經濟上面很大一個恐慌 很多人口的不管是失業或GDP的下降都很有可能 那這次會不會舊勢重演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為總統現在換成拜登了 他當副總統就很強硬 何況是現在 好 來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美中之間的關係 另一個強國 現在大家很關注他們的發展 這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今天是勝利日 我們先來聽聽普京的談話 好 現在呢其實大家關注的就是到底他們這一次的勝利日的閱兵是怎麼樣 那普京呢出來講了說這一次的歐戰 俄羅斯叫做被迫應戰 但是他們已經戰勝了恐怖主義 而且再一次的精神喊話 我們一定會贏得這一場戰爭 好 到底俄羅斯戰會打到什麼時候 中方已經出手了說願意呢 創造任何的客觀條件啊 務實的條件讓他們能夠坐下來談 那加上王毅2月的時候去過歐洲 然後秦剛呢之後 也就前幾天也訪了德國法國還有挪威 那現在我們就要問到底什麼時候能夠把這個戰爭給hold住 讓他不要再繼續打下去 美國概念當然是很重要 美國現在什麼樣的想法呢 現在呢這Wall Street Journal說他們的立場改變了 歐美現在呢也開始希望中方可以說服俄羅斯一起坐下來談 甚至呢過往是很懷疑中方的立場 以及中方能不能做到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現在講了 我們相信他們可以扮演適當的角色 好表示說呢大家都希望這場戰爭打不下去了 希望可以好好的和談坐下來講 其實呢這個是在歐洲 現在大家都面臨到一些經濟上面的問題 歐歸過頭來在中亞這邊也是另一種角力 好原因是因為第一屆的中國一中的中亞峰會呢 現在說五國總統要一起來訪西安 而且習近平會親自的來主持 這也是蘇聯解體之後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在中亞這邊 開始當領頭羊 有人說啦說會不會勢力的消長影響到中亞這一邊的狀況 好原因是美國先前呢 其實他們從小布希亞歐巴馬時代也都希望能夠來這邊建立基地 同時呢也希望在這邊有自己的勢力擴張 可是現在考上中方在這一塊是比較佔優勢的 至於中東更別說了 上個星期呢聽到了這個蘇利文也來到了中東這裡 現在說想要推中東到印度的鐵路網 原因是因為他們也找印度一起來開會 那這個能成不能成呢 因為中東是一帶一路戰略上非常重要的點 所以在這個地方講這件事情 大家當然就是覺得這不是對著中國來 那是對著誰來 另一個部分呢則是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在中東這裡他們也說要部署更多的海上機器人 然後甚至呢是不是核潛艦也要進駐到波灣這邊 這一些他們的講法就是希望都是中東國家啦 中東國家希望美國發揮更大的作用來抗中國影響力 但是中方是怎麼回應的 中方勤當的講法是其實中東需要的是緩和而不是緊張 這兩相對比您認為雙方的態度又應該怎麼樣來看待 至於在中東之外 現在呢也有很多人在講了蘇丹這件事情到底 大家現在說內戰誰能夠來協調 美國是不是可以被信任呢 現在他們的講法是說他們不太信任西方 反而更願意接受中國的調解 原因是因為他們其實在信仰上頭是伊斯蘭 所以呢跟中東這裡會比較近一些些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最後反而看起來都是中國要來做調解呢 賴老師您怎麼樣來看 好 原因是俄屋戰現在中方說願意介入 那在今天勝利日 其實普京的講法是他們會贏得這場戰爭 普京的講法認為他會贏得這場戰爭 那哲人斯基的講法也會認為他會贏得這場戰爭 雙方都在準備一個大會戰 但是雙方都不能輸 可是也都沒有贏的把握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確實是需要一個大國 而且是跟兩邊都能夠同時有影響力 而且都有很好關係的大國出來調停 過去烏克蘭曾經跟中國大陸關係非常好 那也有過一個不愉快的小插曲 就是馬達西奇 這家直升機大直升機引擎公司 這個原本已經賣給中國大陸了 結果呢 烏克蘭的政府哲人斯基又用國家安全的理由 強制地把它沒收 所以現在這個40億美元的官司還在打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中國都忍下來 那就代表中國一直要維持跟烏克蘭相當好的關係 以目前的國際環境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確實唯有中國才能夠去調和 這個烏克蘭跟俄國之間的問題 就中國大陸 那目前來講 歐盟的法國也願意跟中國聯手 南美洲的巴西也願意跟中國聯手 美國現在擔心的就是他沒有舞台 所以他自己想搭一個舞台 然後把本來中國是這個舞台的主角 變成美國人的配角 這個簡直是美國人太天真了 所以美國人講說 我們現在已經改變態度了 我們也可以介入 然後中國的主張是可以的 那你來擔任我的配角 你來參與我 你當作俄國的保證人 擔保人 這個簡直是荒唐可笑 那這個不管了 您剛剛講到中亞的問題 確實 中國大陸目前的中亞五國的這個峰會 我個人的看法是 中國沒有再客氣了 而且要加速的推動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到中東最短的距離 其實就是中亞五國的這個距離 所以在這一次的峰會中 我估計互聯互通是優先 要處理要解決的大項目 那互聯互通一旦打通了以後 從這個伊朗 伊拉克 還有這個沙地阿拉伯 連跌到中國的這個通道 就徹底打通 那未來他們就不用再繞到印度洋 再進入到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巨大的工程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佈局 你看是從遠 然後到南部的南亞 阿富汗 巴基斯坦 然後再往北 就是中亞這個地方推 把它連成一大塊 這是一個很大的 地緣戰略的佈局 其實我們等等可以 從這個整個地圖上面來看 可能在佈局上面 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我們剛剛講了美中關係之外 其實你從戰略性來思考的話 就是中國現在的佈局是什麼 美國當然知道 你看他們現在在中亞五國峰會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中東這邊好像也在喬 那現在大家就要問美國呢 好我們看到這一條線 就是沙路地阿拉伯 然後一直到阿聯酋 然後再坐船到印度 這一條線 美國現在他們說 要坐他們自己的鐵路網 這個其實不就是 想要攔截中國的能源通道嗎 來委員怎麼看 不會啦 那條鐵路線 如果美國人蓋得出來的話 一定是一個天方夜譚的新奇蹟 沒錯 因為他既沒那個錢 也沒那個能力 你叫沙拉伯能夠出錢 他也蓋不出來 叫印度人蓋嘛 媽媽咪啊 拜託好不好 那我要特別說一下 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就是說 我要跟每一個人做朋友 然後每一個人除了跟我做朋友之外 你也跟所有人做朋友 包括跟美國做朋友 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跟我的朋友之間有了混争 我願意幫你調節 比如說伊朗跟沙特 或者葉門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現在以色列 或者是巴勒斯坦 現在俄烏都是這樣 我願意幫你們調停 給你們一個合作和談的機會 那美國的立場 全球戰略不太一樣 你只可以跟我做朋友 而且你要聽我的話 我叫你不跟誰打交道 你就不可以跟打交道 就說幼稚園裡面的那種孩子 說我跟你做朋友 你就不可以跟他做朋友 這種態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什麼情報委員主席 就是說 中東很多國家都叫 美國要大力的發揮影響力 對抗中國的影響力 你看美國的態度是這樣子 那中國就是說 中東要緩和和平 跟誰做朋友都沒關係 所以美國現在是覺得他的霸權 好像突然之間死不動 他一再也不知道 一哥 沒有人要聽話 因為美國人的心理是變態的 他是建立在意的時候說 那叫做你只可以跟我好 你不可以跟燕營好 要不然的話你就不尊重我 美國人的立場是這樣子的 我又不是奴才 對 講對了 但美國人覺得 你跟我朋友就是我的奴才 Friend is slave 這是美國人的標語 那現在也沒有關係 就看到最後全世界的演變 誰的戰略成功跟失敗 那這個中亞的問題 你只要看一個國家的鐵路網 多不多 比如說中國現在一級鐵路網很多 然後高鐵網也很多 表示說他發展得很好 那中亞地區坦白講 這個都很糟糕 以前都沒有去注意 那以前咱們中國 以前好像也只用駱駝走過去 腿路現在要拉過去 這是對的 那如果印度也願意尬一腳 那我是覺得這就有的比較 就有的比較 那在海路方面 中國大陸蓋了很多的港口 很多船運也都很好 但是美國就偏偏要做文章 比如說好 伊朗 我就叫你伊朗在馬六甲海峽 叫你伊朗的郵輪 找個理由 他權力好大 然後伊朗就在波斯灣扣另外一條 希臘的郵輪 然後最後就叫沙烏地阿拉伯附近 你看伊朗是壞人 你看還在波斯灣裡面扣郵輪 那美國不說他自己是壞人 他覺得他是正義的化身 他有資格做這些壞事 這個俄烏戰爭也是一樣 美國就是打中年要衝胖子 去年總共歐美國家給烏克蘭 1800億打戰爭 今年還有1800億 如果有的話繼續打 如果沒有的話看你美國該怎麼辦 好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要請將軍幫大家做總結 好節目最後我們要請將軍幫忙總結 其實在軍事地緣戰略上面有三派學者的理論 一個就是麥金德的陸權論 他認為歐亞非這三個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大世界島大陸塊 那誰能夠控制這三個島的中央位置 誰就能夠掌握到這個世界島 那中央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中亞 就是這幾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阿富汗上面跟中亞五國 但是因為以往這個地方 大家覺得他的理論是沒有成功 是因為這個地方大部分是很多的宗教問題 或土地評級 或沒有開發等等 所以說沒有形成 真的掌握到這個地方的人 他並沒有掌握到全世界 另外就是馬漢的海權論 他認為誰能夠掌握海上的運輸 因為海上運量最大 誰能夠掌握到海上運輸的航路的話 誰就能夠掌握到世界的財富 那很明顯的就是美軍來講 他就是這種這種觀念 這種想法 所以他一直在發展海權 另外一個就是空權論 是義大利的杜黑提出來的 這個陸海空三個這種權論 但是我們看現在實在已經不一樣了 第一個運輸工具的發達 中國來講的話 這中央五國本來是蘇聯時代的 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得懂的話說給您聽 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正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國際政治專家賴宇淺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以及退役少將 麗正爵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大家要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在目前選舉 從去年開始吧 我記得大家開始忽然很重視一件事情 就叫做人設 就是這個人出來的時候 你必須先幫他設定一個人設 那麼最近大家就開始發現 賴清德現在的人設到底是什麼 來帶您來看到 主要還是因為 他其實有一個更正 說自己的兩岸論述被曲解了 所以民進黨出來幫他重申 說他始終的立場就是 守護台灣 表示什麼 他很多東西 有點潔癖 你知道嗎 就是不能不容 被誤解或是被扭曲 來看看過去 其實如果你打賴清德潔癖 蠻多的耶 比如說他有道德潔癖 比如說先前徐國勇爆料說 他也是近乎潔癖 但是又有溫暖的一面 又或者是說他先前 在當黨主席之後 不是說有開始黨改嗎 黨改之後大家就說 他是因為他有潔癖 政壇潔癖 表示非常清廉 很有原則 但現在真的就沒有招門嗎 月下就被發現好像 雖然先前他當黨主席之後 說黨內要掃黑金 要杜絕黑金 但是真的完全與黑無關嗎 主要就是呢 來看到的是今天這一位 竹聯邦的副幫主大川的一個告別式 現場非常多的政商名流 到料這邊 那過去呢 當然這位大川哥 一定也是這個交友廣闊啦 對不對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來參加 送他最後一程 可是這個人也來了 這個是現在的民進黨中常委 黃成國 被發現呢是全程參與 那大家就開始在問啊 所以呢 他們的之間的距離 到底是什麼 祖陶祖加布偉應該是交往 也是有蠻深刻的友誼的吧 那到底目前民進黨想要給大家 一個什麼樣的感受呢 而在新潮流的部分 也被說可能是他的一個罩門 主要的原因還記得嗎 四年前 韓國瑜怎麼說的 他說新潮流向癌細胞控制全國資源 這一回呢又聽到了 哎邱藝人回來了要三度造亡 可是呢 當時的這個新潮流 這些大佬們也曾經有過一些爭議事件啊 包括什麼 巴紐案 那個時候還記得邱藝人 哎也因為這件事情呢 有引發了非常多的爭議跟質疑 還有達政案等等 好 吳乃仁的部分呢 還因為台唐案 這個賤賣土地案 曾經被判刑9個月 而最新 則是有媒體出來爆料 說新系大佬也就是他 麗錦翔指稱呢 說他其實有涉及所謂的 連綱營造虧空事件 講法是這樣啦 說當時呢 有一個9億元的虧空案內幕 指稱就是因為麗錦翔呢 他直接啊就是指定廠商等等 好 說因為這樣子造成連綱營造的虧損 麗錦翔第一時間已經出來澄清 表示媒體的爆找嚴重背離事實 他必須要嚴正的澄清說明 還說裡面講到的人事物 他一概都不認識 所以不是真的 他也會保留他的法律追溯權利 那可是吳子佳 卻在直播節目當中進一步爆料 媒體電子報的吳子佳呢 他直接的講了 他說呢 這個就是麗錦翔得利 很指名道姓說虧損的9億就是麗錦翔得利 還要檢調來調查 至於同樣是新系的段儀康則直接講了 這一切都是假全部都是謠言 還說跟對岸有關係 這個就是親中的香港人他們的媒體 來發動網路媒體 然後藍營打手之後再引用出來的 這到底真的還是假的 當事人出來說不是真的 雙方感覺有不同的消息來源 檢調希望能夠持續的來查 但同一時間也要問啦 那所以是不是麗錦翔跟蔡英文之間的關係 非常的友好 包括了他爸爸過世的時候 蔡英文有去上香 他媽媽過世的時候 蔡總統也曾經到場致哀 那更應該要把這所有的一切都好好的說清楚 到底新潮流目前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而在整個民進黨內部 黨主席這個賴清德也必須要好好管一管 好包括什麼 包括現在 本來說要提名他的這一位楊家良 現在說因為他曾經有犯過相關的兒哨法 所以他宣布要退選立委 那我們就要問到底這一些賴清德通通都有掌握嗎 還是說這些訊息你有一些不是那麼清楚 這些都必須要跟人民說清楚 到底你目前掌握的又是什麼 你的態度又是什麼 軍事上頭只要告訴我們了 跟對岸之間你是什麼想法 過去你曾經講 木馬圖城兩岸如果直航就會變成木馬圖城記 那現在呢 現在你要怎麼樣來看待美中台三方關係 特別是從明年開始 美中台三方關係可能會出現一些我們樣的轉變 原因是因為 美國這邊要開始對我們有軍售的交貨齊成了 明年開始呢包括了海馬式火箭系統戰車 以及F16V戰機等等的所謂陸續的交負 再來隔年MQ9B無人機還有重型魚雷也會開始交負 然後到後年則是暗置的魚叉飛彈 好這些陸續的如果要過來的話 美中台三方勢必會出現微妙的轉變 賴清德的立場是什麼 還有現在正在討論 本來存在日本韓國菲律賓的美軍激烈這些彈藥 要移存到我們這裡來 還說真的有在說 但是問題是什麼 國防部講的 使用時機彈種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用 什麼時候可以緊急的馬上立即使用 都還瞧不定 然後我們卻看到 上次軍火商來不是說跟這些交易都沒有關係嗎 可是目前卻有一個幕後的報導講什麼 講說其實我們不是因為現在在用這個幻象2000戰機嗎 跟法國之間的狀況好像一直政治因素嘛 所以現在不好沒辦法升級 然後美國就開始說 那要不要來買大黃蜂 我們賣你大黃蜂戰機 說要牽動台美法中的四方聯動關係 到底這一些又應該要如何解釋 回過頭來請教蔡正元委員 您怎麼樣來看 賴清德現在要做一個人設 就說他是道德政治道德潔癖當黨主席 可問題是這一些罩門他要怎麼解釋 每一個政治人候選人都想要搞一些人設 哎呀比如我特別帥啊 我特別幽默啊 我特別親民啊等等 但是賴清德說 人設是有潔癖 好像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這個好像也不是他的主要打的形象 他的形象應該是 台獨今孫眼高於潔癖這兩個字 至於所謂要在這裡面去製造他 當然跟選舉有關係 那所謂的民進黨的辯解是說 沒有沒有賴清德的立場就是守護台灣 誰不守護台灣 是用什麼方式守護台灣 這才是重點 如果用一種會讓台灣爆發戰爭的方式守護台灣 那我看也就不必了 那至於賴清德的有關跟黑道問題的處理 前段時間他是把他們的黨內的中常委啊 這個黃成國給處理掉了 可是沒多久啊 黃成國先生前段時間大力支持王世堅打派了何志偉啊 那你要告訴我們 那王世堅的人設形象不容易讓我們跟他跟黑道扯在一起 可是媒體都說黃成國英系的在後面挺他 那挺他當然不能說拒絕啊 那請問你這不是表示在民進黨裡面 英系跟黑道派系中間牽扯不清 而且在民進黨裡面還有很大的影響力 可以讓哪一個立委下來 可以讓哪一個立委上去 那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跟作為一個黨主席 你在這個問題上面能夠保持沉默嗎 還是你認為你保持沉默 你就是有潔癖 沒有保持沉默就是沒有潔癖 那賴清德的考驗剛開始而已 至於新潮流這個案子 也覺得實在是有點怪啦 那至於媒體的報導 他們說要去告媒體的報導 我也同意應該把這個東西釐清 他的狀況是這樣子 中綱去包了高雄的輕軌工程 然後包多少呢 是用13億包的 然後再轉包給他的子公司 孫公司叫連鋼營造 因為營造廠是在施工的 可是據說連鋼營造 雖然是收入13億 可是後來用22億把它 標給民間的營造公司 中間差價就9億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連鋼營造自己不做這個工程 轉包給別人 然後用更高的價錢標給別人 那表示說其他民間營造公司 這樣子就賺了9億 是這樣推論的 那這民間營造公司 為什麼連鋼要給營造 據說是新潮流介入 那這個當然要查清楚吧 當然新潮流現在是否認 而且新潮流現在的總幹事 叫利景祥 這個名字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 因為想到新潮流 就會想到邱宇仁 吳乃仁 宏祈昌 林卓水 他們第一代的四大金剛 那後來還有什麼段儀康 還有鄭文燦 還有賴清德 陳菊 這些通通是所謂的新潮流系 新潮流系現在可能是民進黨第一大派系 那新潮流派系 那利景祥從來沒有當過什麼政治上的職務 可是他作為一個總幹事 連幹了一二十年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報導已經提過 新潮流的民力代表在選舉的時候 哪一個候選人要給他多少競選資金 哪一個選區要給他多少競選資金 都是由利景祥在分配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人角色有多重要 然後他就沒有操盤手 然後這個人是雖然沒有很顯赫的背景之力 但是能夠做到讓所有的 要競選後公職的所有的新潮流人 都要奉他為利老 這個要稱為利老不太容易 所以你可見 這是一個很有分量的人 那問題來了 他有這麼多錢可以分配 給各個候選人 他的錢哪裡來 那新潮流一直都被認為說 是一個很善於經營企業關係的一個 民進黨的一個派系 而且新潮流的組織方式 完全抄襲蘇聯共產黨 那一套民主集中制 就是黨紀元明 所以沒有個人表現的空間 一概以黨紀的運作為準 也就是說黨裡面決定什麼 每個人都去派系決定什麼 每個人照這個來指 今天要跟蘇貞昂合作 每個人都跟蘇貞昂合作 明天要跟蘇貞昂翻臉 每個人要跟蘇貞昂翻臉 沒有例外的 所以在民進黨裡面 他們就功成略地 成為一個很強大的一個派系 而且在資金充足 那資金充足在高舉台獨的旗幟 所以在某種程度裡面 他的資金來源 然後有一個傳言說 企業界哪個公司 跟他們有關等等 那至於吳乃仁 這個案件比較特殊 他們有關於這個是 某一家上市公司 那這一家公司 以前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就七轉八轉 都轉到他們家手上去的 照道理你在批判 國民黨黨營事業 你們自己在從政 民進黨不應該接手的 瓜田裡下 那怎麼你罵個黨營事業 那國民黨賣出來以後 這黨營事業 就到你們家去 四個字 疑雲重重 那其他的 至於吳子嘉這樣講 那段儀康反駁 沒關係 就把它澄清就好 澄清就好 這一點不澄清很重要 那這個當然現在賴清德要的選總統 開始在做姿態上的調整 他怕老百姓看到賴清德想到戰爭 看到民進黨想到烏克蘭 所以他開始講說 哎呀我反共不反中 這不是國民黨的口號嗎 我也想不通這個東西 然後以前不是講說 大陸客來的就是木馬屠城嗎 這個賴清德民進黨 一下子這樣講 那調整也很好 不過調整是為了選舉調整沒有意義 因為以前誰調整過 陳水扁調整過 陳水扁在競選 當時的這個2000年的總統 不心中間路線嗎 講了一道一道 等到他選上了 就開始一邊一裹了 馬上轉向了 為什麼 不然你要怎樣 這個誰 陳水扁的民間不然你要怎樣 所以你賴清德說 要走這個所謂反共不反中 我也不反對 但是請問一下 你的很多的動作 反共跟反中是綁在一起的 那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當選的話 萬一給你當選 你又開始來既反共又反中 對不對 你說不清楚 而且你在這畫面沒有可信度的 OK 其實在這次選舉 我們就想問 原因是因為 過去韓國瑜曾經說 新潮流向癌細胞 控制全國資源 那個時候這一句話 在上次的選舉當中 大家很多人在討論 接下來讓他看到了 立錦橋他自己本身是已經回應了 表示說所有的人都不認識 所以指涉他的都會一併提告 但是對於新潮流目前內部到底 本身也是新潮流的 賴清德你掌握多少 你現在當黨主席 你說你要做一個 政治上的有道德潔癖的人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這一位這個楊家良 據說也是新潮流系的 這一回呢 本來是已經說初選過了 要來代表參選立委 突然之間自己說過往之間 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一個經歷 違反了爾少法 所以自己來宣布退選 是自己突然之間有這樣子的 翻然悔悟 還是說過程當中 我們的黨主席這邊有關切過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想要問的就是 到底在這一次 黨主席內部他的掌握多少 他想做的這些黨改 他掌握多少 他能做多少 來將軍 我首先說賴清德 我跟他 這件事情我跟他有接觸過 就是木馬圖神記 其實兩岸直航 是2003年的時候兩岸直航 那一年我在哪裡 我在當魏武營的旅長指揮官 那時候離小港機場是最近的 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時候兩岸 中共的他們飛機要飛過來 你知道他們叫我做些 很丟臉的事情 你知道他們叫我幹嘛 叫我準備好戰車 準備好人員運輸車 與我編組一個特遣隊 因為魏武營離小港機場最近 如果說飛機下來的是解放軍的話 就叫我立刻開槍打 就在車上面架著武林機槍 然後準備去追內輛 追內輛下來的飛機 然後我們還在營區裡面演練 結果下來的是什麼 是台商嘛 就台商帶著家屬回來過年 我印象非常清楚 那一年我們就在那個 操場上面演練 用漢馬車追飛機 還弄了一架假飛機在營區裡面 在魏武營裡面追 對那時候那一年2003年我是 這個魏武營區的責官 尼小港機場追機 所以我印象非常清刻 就是賴清德講的 木馬圖神記 就叫我們去做這種 做這種動作 現在不敢講 講出來真是輪迴笑談 接下來我跟你講賴清德 大家都說他 他每一個職務的時候 每一個職務講的話不一樣 譬如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講這個叫做 木馬圖神記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台南市政府的公文 我特別去揭露出來的 他在幹嘛呢 他開放安平港 兩岸直航 他用安平港開放兩岸直航 而且還發公文 廣邀說ECFA的後期時代 不管貨運或者是客運 都要用兩岸來直航 用安平港 這是賴清德自己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下面這個日期 是他的這個 經發局局長發的公文 這是在Google網站上面 可以查得到的 他那時候喊的口號是什麼呢 我跟各位講你覺得不相信 賴清德那時候 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因為我在南部我知道 他講的叫親中愛台 要親中喔 我不曉得他親哪個中 是親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親中國的新台幣 還是要親我中華民族 五千年U9的歷史文化 不曉得他親哪個中 不曉得 那後來大家都知道 等到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的口號又變了 就變成說這個叫做 叫做台獨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最近他因為要選舉 所以他又改成就是 不反共 反共不反中 但是我不曉得 他這中的定義是哪一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花上等號就是共產黨 對不對 你這等於是說玩文字遊戲 那你如果說愛的是中國的 不反中共的人民幣的話 我是支持的 能夠讓我們台灣同胞 都能夠賺到人民幣 其實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說你贊同中國的 不反對中國的廣大的文化歷史 然後讓我們台灣每一個人都可以 悠遊在這種文化交友裡面 其實我個人是贊成的 那你但是 你再說你要講清楚 你不要你的人設只是那種 台獨今孫 他做這些 大家可以看到他 這是他自己網站上面 揭露出來 那是為了後來他不只是港口 他機場也是 他機場也開放兩岸之航包機 所以他一個台南市長 離小港機場那麼近 就為了你要當台南市長 弄的不管是移民署 或者是說這個海關的 所有人員每天要到台南 那個軍用機場去跑這一趟 去弄那移民包機 我覺得這個人 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 講話講一套 然後真的實際上面是做一套 這是我個人對賴慶德的印象 這是他實際上面所做的事情 讓我自己親身感受到的 是 將軍剛剛特別提到說 過往你是剛剛好 大家講木馬圖城記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是剛好 在南部衛武營這邊 所以你說是國防部這邊 有相關的指示的任務 你那個時候曾經做過 這麼一件事情 讓將軍現在 都過多少年了 他記憶非常地猶新 我記得那時候是過年 20年 中山機場 那很丟臉 在操場上面追飛機 將軍現在記憶猶新 當時這個 不理頭給他的這個任務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要了解 就是說 不管他過往這次立場是什麼 那你現在要選總統 你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來請教老師 因為過往 明年之後 開始 美軍對我們的軍售交貨 其成他們是說要進入交貨高峰 來不來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包括了海馬士 他們之前要我們買的 包括F16V 包括這個暗制魚插飛彈 像他說真的通通都會給我們 甚至彈藥還有可能會拿來台灣存 當然現在怎麼用 什麼可以給我們用 都還不確定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做大衛的人 你的立場要更清楚 要更能夠直接告訴我 你的立場是什麼 你還支持台獨 還主不主張台獨 還幹不幹台獨 如果你選上以後 要不要立刻宣布台獨 還是說你在選舉的時候 選上了就不要台獨了 落選了成為在野黨的就要台獨 那所以台獨也是你一個招牌 拿來用的 就是說你一旦掌權了 你就把台獨就丟在旁邊 等到你在野了 你就把台獨又捲起來 原來台獨這個牌子是可以丟 可以撿 撿來撿去的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剛剛講的 原來它是可以變來變去的 一下是反中 一下是輕中 一下是愛中 一下是什麼中 原來是可以一直變的 那現在的問題 這個是麻煩的 您剛提到了 這麼多的武器都 明年開始要全部到台灣來 這個是一個麻煩事 為什麼 你的基地準備好了沒有 你的操作人員準備好了沒有 你的戴藥庫的安全的管理跟儲存 準備好沒有 這些都要預先 很早以前都要籌劃 你的部隊的裝備 編制 武器 人員 誰會操作 誰不會操作 教官怎麼培訓 這個是很複雜的工程 都準備好沒有 好 那問題就在於 你上來以後還要不要台獨 就是你假設 我們就講萬一 其實我是不希望的 但是假設真的他選上了 那他要不要宣布台獨 還是這個時候他就不要台獨了 那如果你當選了以後 你就不要台獨 你就跟老百姓講清楚 跟你的支持者講清楚說 我當選之後絕對不搞台獨 你就跟大家講 那要不的話你就說我當選之後 一定要搞台獨 那這樣的話 那就準備兩岸開戰 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你賴清德要給大家做個交代 不過您剛剛提到人設的問題 這個確實在民進黨內 大家都在有這麼一個耳聞 說這個賴清德給自己 創造一個人設 說他是一個道德潔癖 你看你到處問 你問到民進黨的人就說 他給自己演出一個道德潔癖 可是現在大家要檢證他的是 你跟黑道有沒有道德潔癖 現在黃成國或者是 已經擺明了就是沒有 接著人家問說 那你所屬的派系 在民進黨內的勢力盤根 如此的錯綜複雜 勢力這麼大 你要不要有潔癖 這個時候如果也都沒有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 原來立將軍講的是很有道理的 原來他是變來變去 每個階段需要用的時候 就用需要用黑道的時候 就變成跟黑道是同路人 不需要的時候就把它丟一邊 需要吃飲潮流的時候 就是潮流系裡面的重要要角 不需要的時候就丟一邊 我覺得這個政治人物 不可以變來變去 變成這個樣子